说 那七本经书在哪儿 得上那边说去 我 我不看着 我怎么知道 那七本都在哪儿啊 看什么 你没看那边有一石碑吗 那上面有一碑文 那碑文上写的那个 那八本经书的下落呢 四十二章经 共分为八部 这第一部呢 在河南的 什么山 什么寺 这字写得太乱了 我 我不太认得清 都在这石碑上刻着呢 不是 这字你认识 我不认得你认得 那你认得你 你念不就完了 我 我 我不认识 你先着念 我接着来了 这第二部呢 是在 山西的 一个什么山 什么尼古庵 不是 你这不能怪我啊 这 这 风春日晒的 这石碑肯定有年头了 有几个字吧 它都模糊了 就确实不太好认 你知道吧 第三部呢 那我看个大凯齐啊 那我看个大凯齐啊 这第三部呢 是在四川的 也不是一个 什么山上 第四部 第四部是在 第四部 是在 少林寺 也不是什么院 我知道 达摩院 对 对 你 你 你知道啊 那是吧 有的但是你也认得 精神点 精神点 真厉害 那个 我 我变到第几部了 你变到第五部了 哦 第五部啊 第五部呢 在 武当山 第六部呢 在 我想 还要哪儿 第六部啊 在 空洞山 第七部呢 在 紫禁城 第八部呢 在 第八部在 在 在 一个什么 西王 什么王府 你是说 这第八部经书 在云南的平西王府中 你知道啊 还不说八道 这块石碑 没一千年 一定有五百年了 那吴三桂才多大年纪 几百年前的石碑上 这么会刻上 吴三桂的平西王 你唬我 寿宇天 寿宇天什么 等会儿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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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哦 U 寿宇天 旗 接下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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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我看看啊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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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上面捋一下啊 我从上面捋一下啊 红 教主 先福永享 授予天奇 对对对 是这么写的 这上面写着 红教主授予天奇 这红教主谁呀 那么厉害 授予天奇呀 你不会是骗我吧 我怎么可能骗你呢 你看这上面 说得清清楚楚嘛 说那个 说什么 人家说明了 说这什么时候立的呢 这是 你看我给你念念啊 好好好 说是当年 当年那个 唐太宗 李世民 不对不对 你跟他说 寿予天奇 我串行了 比您老比划这刀 我有点紧张 老我不比划 对对对 你串行了 这眼也不太好使 对对 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你看它是这么写的 唐太宗 李世民 当年派了 派了秦书宝 唐小金立的这个碑 你看啊 说什么呢 说当年呢 有那么一个上之千年 下之千年的军师 叫徐茂公 说早就预测到了 说几千年以后的大清朝 会出一个洪教主 这个洪教主 会 心俘勇响 兽亦天奇 你看这字符合上了 洪教主兽亦天奇 真的 你看这最后这几个字 有点意思 写什么 说 详情见背面 那在后面 后面还有 后面还有啊 那我看看 再看看 这后面有什么 冲东西 你骗我 这东西 别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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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啥 觉得而已 力气 听起来 这是ании里都是 コメント 所以你请不摇 感谢观看